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 这边写错了 它是形容词 acailable 就什么什么的都形容词 什么什么的就复词 它形容词 可以接受的 acailable Your offer is acceptable 你的offer就是体意 当然它还有 这一字多一 所以英文 一字多一是正常 一个字一个意思 反而不正常 但是一个字一个词性算正常 那一个只有两个 或者更多字也正常 这两个就是可能一半一半 但是一个字 只有一个意思 少 除非那种很难的 很特殊的字 字母很多的 那种通常就一个意思 那一般的字就是很少 绝大部分都是两个意思以上 你的提议 它也可以当你的报价 这边是你的提议 当你说你的报价也可以 不管了 要看上下 你的提议 你的报价是可以接受的 你看access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名词 我们这边弄两个 比较常用的 动词一个 access可以通路 路径 Do you know the access to my backyard? 你知道我这个后院 backyard是后院 通路怎么走 你知道怎么到我的后院吗 怎么去接近 它也有一个接近的意思 通路 你知道到我家的后院怎么走吗 通路或者路径 它也可以是接近 它也有接近一个东西的机会 权利或机会 Do you have the access to meet? 这边是ET Do you have the access to meet the president? 总统是大写 你有没有什么机会去见总统 你有没有什么权利 有没有什么机会 总统很难见 不是说你打过去跟秘书 秘书先生哪位 我刘培元 谁啊 不认识 就挂掉 你要跟他熟啊 我是总统 大学同学 我是总统亲戚 我是跟他以前同事 才有机会 那另外呢 他也可以当动词 接近 接触 That beautiful girl is hard to access 这个漂亮的女生 这很难接近 很难接触的道 很难接近 所以 access 有名词 有动词 access 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名词 一个意外 包括意外事故 有些字里就把它当成两个 那我们就把它接近 我们尽量浓缩了 能够缩成一个意思的 我们就放在一起 My neighbor had a horrible car accident last year My neighbor had a horrible car accident last year 去年呢 我邻居呢 发生了一个可怕的 交通 交通意外事故 accident 意外 或者意外事故 A claim 你看 又是两个词性 一个动词 跟一个名词 动词我们主要是讲称赞 它本来的意思是欢呼 跟这个名词一样 本来的意思是欢呼 但是隐身变成称赞 That mean was a claim to be the greatest poet in Germany That mean was a claim to be the greatest poet in Germany 那个人呢 被称许为 被赞许为 德国最伟大的一个诗人 比如说那个 格德啦 或者是 德国好几个 伟大的诗人 然后名词可以当欢呼 The actress will see when the claim from her things 当然也不止欢呼啦 欢呼啦 称赞啦 肯定啊 都可以 所以这个女心呢 男心就actor 女心就actress 得到广大的欢呼 从他的粉丝 粉丝嘛 fans 本来是扇子 扇子 粉丝的意思本身是扇子 扇子 我们那个手摇扇 用扇子可以这个 让自己量一下 后来变粉丝 得到粉丝的广大的欢呼 Accommodate 这个诗也是复杂的诗 你看 它也可以是动词啊 就是一个动词 但它意思很多啦 意思呢 你看 可以容纳多少人 可以提供住宿 给予方便 还有适应 哇 你看这个意思 差很多 所以我必须要造句 不造句的话 搞不清楚 The restaurant is capable to accommodate 300 people The restaurant is capable to accommodate 300 people 这个餐厅呢 可以容纳300个人来吃饭 可以坐里面 餐厅不小 坐300人就很大了 或者夜会厅啊 就足够容纳 Accommodate 可以容纳多少人的意思 那提供住宿也不一样 这个容纳 可能吃饭了 可能开会啊 不一定是住宿 也不一定吃饭了 可能开会啊 或者跳舞啊 这边提供住宿 提供住宿 During this trip I will be accommodated at a motel During this trip I will be accommodated at a hotel 在这次旅行当中呢 我要住宿 我要住在一个 motel 摩铁 摩铁就从这个字管 本来是hotel 为什么motel 就是motor 因为美国人讲motor 本来是马达发动机 就把它变成汽车 汽车最主要就是那个发动机嘛 就是马达最重要 发动机 汽车灵魂 所以am motor motor hotel 本来是motor hotel 后来就把它变成motel 然后又是给予方便 这个意思又不一样 Could you accommodate me with the money? 你可以给点方便 给我点钱 哇 这个意思差很多 你看容纳多少人 提供住宿 给予方便 方便给我点钱 我这意思差很多 而适应又不一样 Do you accommodate well at school? Do you accommodate well at school? 在学校里面适应的怎么样? 可能新生吗? 小孩子或者国中高中 刚进去一个学校人生地方 回家的老爸老妈说 适应怎么样? 有没有交新朋友? 有没有被人家欺负? 有没有压力? 喜不喜欢? 有小孩子说 不喜欢明天不去了 有个说 哦好喜欢交了几个好朋友 有个女生要对我抛面眼 就每个人适应的情况不一样 Accompany 你看也是有一点复杂 三个意思 陪伴 May I accompany you to the airport? 我可以陪你去机场吗? 帮你送行一下 陪伴 这个补充或者搭配 Steak is of a company with red wine Steak就是牛排 我们一般什么都不要讲就steak 也不用讲beave steak steak就是牛排 如果有鸡排就要讲chicken chicken steak 那你说猪排会不会是个pork steak 不用 猪排跟羊排就用chop land chop pork chop 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牛排就用steak 一个字就可以 猪排就用pork chop 鸡排就用chicken steak 羊排就用lamb chop 这用法不一样 这个牛排常常 左椅 左就是辅佐的左 左椅就是搭配了 搭配红酒 这搭配 而且又是伴奏 不一样 你看陪伴都有个伴 不一样 陪伴跟这个伴奏完全不一样 he accompanied me on the guitar he accompanied me on the guitar 他用吉他跟我伴奏 当然这边也可以说 我们的piano 或者其他的chello 大提琴 小提琴 violin 都可以 你看这个意思 陪伴 补充 搭配 伴奏 意思很多 accomplish 就简单 动词 完成或实现 my plan t will be accomplished soon 我的计划呢 将会很快就完成 就实现 accomplish 那他的名词 accomplishment 名词 名词 那名词 一看 意思也不少 三个 第一个是完成或实现 when will I see the accomplishment of work when will I see the accomplishment of work 我什么时候看到你的工作 可以完成 完工 第二个就不一样 成就 成就跟这个完成实现 不一样 my daughter reached a great accomplishment in medical research my daughter reached a great accomplishment in medical research 我的女儿呢 达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成就 太太在 我女儿在哪方面有成就 在医学的研究上面有成就 accomplish 就不是完成了 而是成就 而另外还有一个才艺或技巧 又不太一样 she's a woman of various various of accomplishment 这个 不是多的 she's a woman of various accomplish 她是这个女儿呢 她这个女儿有各种 various 各种 各种的这个才艺 各种的技巧 就是多才多艺的意思 所以你看 她有不同的意思 然后according 就简单 她是副词 可是我们要去记 不然你搞不清楚 因为according 什么名词 NG 什么动词加NG 是不是 副词 是什么 是搞不懂 所以我们要记住 她词性 according 副词 according 这个是卷舌的 不要念according according according to your description he's a bad guy according to your description he's a bad guy 根据的描述 description是描述 他是一个坏家伙 根据 副词 这是我15个YouTube频道 跟英文无关就一个 尝试性的尝试宝典 综合性的英文 这两个 其他的功能性的 功能性的有这么多 好 所以像我的 大部分的视频 都讯息量比较大 所以你就可以回头再看 一回首 二回首 就慢慢可以进入状况 多了解 好 这期讲到这里